大家好 今天是8月9日 是星期二 凡星期二 我都有一个严正声明 因为始终骗子还是继续在做事 不单只是冒充我 也可以冒充其他的股票分析员 总之如果他一定告诉你 他跟你说过钱的问题 你有疑惑的话 就打18222 好了 今天的市道来讲 就是起先是受压的跌的 突然之间在10点钟的时候 这10点钟就传出说 可以放松国内人士买楼等等样东西 这个情况就是未被证实 不过这几天 香港的房地产股的确是有些企稳的迹象的 这个可以迟些继续再留意一下 但是我也没有看到 这10点钟的时候 可以放松了 我们下期见 也有一个困难的 浅在哪里的 怎么回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